選戰越來越熱了 不過高雄市長參選人楊秋新發言引發了爭議 23號他指稱現任的高雄市長陳菊是老太婆 這引發了綠營反彈 而對此陳菊回應個人的批評他沒有意見 也希望大家能夠尊重女性或是長輩 民黨主席蔡英文也表示 批評到年紀跟性別這樣的發言令人失望 陳菊個人的生活生命有這麼重要了嗎 12165歲又在民間裡成為老太婆 她的政治生命這麼重要嗎 批評高雄市議會民進黨團沒有維護市民權益 反而只顧陳菊的個人政治生涯 楊秋新罵陳菊是老太婆還拒絕道歉 陳菊表示針對個人的批評沒有意見 對我個人的批評我都沒有意見 不過我是希望大家能夠對女性 對長輩有更多的尊重 我覺得我們都是媽媽生的 每個人都會老 對我是不是老太龍走過來 我自己檢討 力挺陳菊的蔡英文 聽到楊秋新以老太婆形容陳菊 心裡覺得很不捨 在從政的這條路上大家都很辛苦 那麼如果有這種性別也好或年齡上的歧視都是不應該有的 那麼我們非常肯定拒絕他對台灣的付出 楊秋新搖緊陳菊的發言 藍綠兩邊都有各自看法 考試院前院長關中擔任楊秋新競選總部主委 今天首度露面他就肯定楊秋新一路過來的努力 並說高雄需要改變要從換黨開始 我們不必去批評民論做得好跟壞 當然任何政黨提升都有缺點都有優點 任何個人也都有優點都有缺點 政黨換人來做 看看能不能能帶來更好的改變 更好的改變應該無關年紀或性別 但是不是換了黨就能給高雄市民更好的未來 競選人們除了打打口水戰還需要長遠的政策和實踐 聯合報 胡宗鳳 楊如嘉 高雄報導